大批警銷來回巡視 現場拉起封鎖線 群眾都被驅離在周圍 甚至警方還出動直升機搜索 德國西部的明斯特市 發生汽車衝撞事件 第一時間還傳出有可疑爆裂物 由於是禮拜六下午三點多 晴朗天氣又是觀光地區 除了遊客朝盛 明斯特市還是一座大學城 目前警銷已經全面封鎖現場 由於肇事駕駛死亡 警方目前難以認定 這就是恐怖攻擊 到底衝撞動機為何 還有在警方釐清 但當局不敢大意 朝恐怖攻擊方向調查 記者楊俊宗 許甫銘報導